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完全符合今天民营党跟台独的立场嘛 他这个天天支持这个反送中运动 支持这些这个黑衣模打杂烧 那对于这个民营党政府来说 当然是再好不过的宣传人才了 可是呢民营党政府也很妙哦 你看哦他们接受了黄秋生说可以来台拘留 可是那些在这个底下真正跑去打杂烧的这些黑衣模 这个用词要请精确的叫黑衣模 因为是这个台湾三立所用的这个名词 他们打杂烧完了之后想要跑到台湾来呢 结果呢不被接受甚至很多人还要偷渡 然后来台湾这边打工啊干嘛什么 到现在呢没有人照顾他们 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宣传效果嘛 台湾政府呢也不希望你到这边来闹事 可是呢像黄秋生这样有指标性的人物 我可以作秀啦对外我可以说 你看像黄秋生这样的人 我们就庇护他让他来台湾拘留 那对外的宣传也有了 对内呢黄秋生一个人在台湾也搞不出什么事情来啊 所以呢符合民营党的政治利益 台湾很多人骂为什么骂呢 因为之前啊也有一位港星要来台湾申请拘留 一亲拘留叫做向华强 可是向华强不好意思啊你政治不正确 他真正关键是喉骂 因为你比较支持中国大陆的立场嘛 所以呢不好意思向华强一亲拘留被驳回了 向华强不准当然就是因为政治不正确 民营党政府谁可以来台湾谁不能来台湾 完全是看你的政治立场 你符合他的利益什么金卡也有了 更高级的什么卡通通都可以 可是呢如果你虽然符合他政治利益但不具宣传效果 不好意思你自己去这个餐厅打工 你自己要偷渡要干嘛被抓的是你家的事 民营党政府是不会管你的